每個人要走到核四端都不容易 我觉得 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地球上人一大堆 可是真的你要遇到那一个跟你有缘的 那频道能对待上你的气质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是婚姻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轻易地进入婚姻 婚姻也是一个要慎重考虑的事 很多艺人 其实他如果有心想要保护隐私 他其实都是做得到的 我觉得我也不是 前段时间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刚结束不久 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又跟上了行程 节目组这次依旧请了不少小时候熟知的演员 歌手等 其中苏友鹏也是大家挺熟知的一位 苏友鹏可以说是一些80后和90后 共同回忆的一个明星了 他也是偶像鼻祖小虎队成员之一 当年的苏友鹏凭借一首《青苹果乐园》 红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一些小朋友都会唱 那超高的人气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四大天王的名气 把你的心我的心传一传 传一株幸运草 传一个同行园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将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年轻越来我们的梦心愿 永远的不停转 1998年年仅15岁 高中以后就不好 你是认真的复习那种 还是就是就光听课就能学习很好 我要是说是后者 你会不会打我 我觉得你像后者 因为你长得特聪明 长相会骗人 但是小虎队没有办法成为他一辈子的光环 想成为一个实力派的艺人 所以最终选择了退出 而在单飞之后 苏友鹏的发展也是非常顺利的 苏友鹏是台湾第一个获得中国大陆重量级电影节奖项的男演员 他叱咤娱乐圈20多年 人气还一直是居高不下 这些年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其中一些经典作品即便过去了很多年 但依旧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这部《还珠格格》中苏友鹏饰演的《五阿哥》 剧中的他对小燕子真的万般的宠爱 也让大家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之后又主演了《倚天屠龙记》中饰演的张无忌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 都是重情重义两肋插刀 而苏友鹏在事业上的发展 也算得上是一帆风顺的 从刚出道的音乐小声 慢慢过渡为影视圈的演员 再经过长时间的沉淀 成为如今出色的影视导演 苏友鹏在事业上的发展 可谓是相当的顺畅 早在小虎队没有解散的时候 苏友鹏在组合中最小的成员 不仅长得帅气 而且唱跳俱佳 可以说不比现在的训练声差 如今49岁的苏友鹏在线 依然不减当年 有观看节目的都知道 张云龙和苏友鹏之间 是有一些缘分在身上的 当初苏友鹏的电影 在面试演员的时候 张云龙也去面试了 而张云龙面试的是 佐尔剧组的男三号 但苏友鹏以太取材了为由 把张云龙刷掉了 实至今年苏友鹏 与张云龙在节目中 成为了室友 还是一个组合 简直太逗了 而就有一次 张云龙好奇地问起苏友鹏 为什么还不结婚 不料苏友鹏的回答 实在是太真实了 只见苏友鹏说 还没遇到合适的 可能是太优秀了吧 导致如今快50岁的苏友鹏 还是单身一人 因为好像在苏友鹏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安逸这个词语 通过自己的努力 苏友鹏在演艺圈 有了自己的名气 如今的苏友鹏 又正在朝着 作为一个歌手的目标努力着 岁月没有在他的心灵 留下任何痕迹 青春不止 奋斗不息 苏友鹏依旧怀揣着年少的梦 在岁月的洗礼中奋勇前行 最后也祝愿苏友鹏 在未来的道路上 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